打枣机更换新的针杆,首先把机头前盖打开,把针杆上针螺丝拧下来,螺丝滑丝只有用尖嘴钳加下来了。 再用尖嘴钳把针杆过线器也拆下来,现在开始把固定针杆螺丝拧松,把坏了的针杆从下往上取出来。 开始把新的针杆从上往下串出来,把固定针杆螺丝拧紧,安装针杆过线器,上好上针螺丝,固定针杆螺丝拧松一点点,把针杆移正,现在找好打枣针,DPX5两个加式打枣针,把针上好,开始找针与悬缩钩的位置,摇手转轮,把固定针杆螺丝摇到最下,现在可以上下一栋针杆了。 对位置,先把悬缩外盖拿下来,方便观看,慢慢地移动针杆上下位置,一道悬缩钩刚好在针孔上1.5毫米就可以了,也就是针孔上一点点,换针杆一般来说,悬缩的位置不会变的,我们就只移动针杆高低找悬缩与针的位置就可以了。 确定后,把悬缩钙装好,锁壳放好,我们来试试看,针杆,尖嘴钳,针,橱窗里面有都有,需要的可以进去选购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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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